在今集開始之前,希望看到這條影片的朋友 你可以用一兩秒時間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作對我們的支持 各位觀眾好,又做了長毛教訓 今集會為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事 今集我們會做 酥肉麵蘑菇大蝦意粉 材料都很簡單 一眼看完 我們會有酥肉麵蘑菇 意粉和大蝦就是這樣 首先我們會先煮意粉 很簡單,只需要滾水加鹽 然後下油 下油的原因是讓它不要黏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意粉會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很難熟 我們要加些油,讓它分開 然後就下意粉,視乎自己的食量 如果你想一次過煮完都可以 煮完意粉,過篩,然後下油 就可以防止黏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保持著意粉 大概不要保持太久 最近都是一個星期的 放在雪櫃裡面 現在就把意粉放進水裡 煮意粉很簡單 大概煮6-8分鐘 視乎每個牌子 如果你不清楚的時候 其實每個牌子後面 應該都會寫著要怎樣煮 以及煮多久 假設沒有寫 這樣你就正常6-8分鐘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知道它的味道 以前我做廚房的時候 有些人說笑 就說你只要把意粉放進半腸裡 黏在一起 這樣就代表可以了 煮了意粉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些配料 首先我們要做 就是把咖哩拍扁切碎 如果不想切的朋友 你們其實可以去買一些 薄的咖哩 一瓶瓶那些 那些都可以的 但如果新鮮的咖哩 它就會有一點點辛辣的味 但是味道就會好一點 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的意粉差不多了 有幾個方法 第一就是拿一條上來試一下 如果我們以前做餐廳 每天都會驗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拿一條意粉 然後中間弄斷它 然後看看心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煮到完全熟 大概八成熟 至九成熟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會再炒 再拌汁 然後我們會關火 然後把它隔水 坊間有很多做法 有些會說 可以保留意粉水 其實不需要的 因為以前我們做廚房 是從來沒有保留意粉水 因為你煮完出來 我不知道客人什麼時候叫 我沒有特意保留意粉水 我們就另外一個方法 是很簡單的 首先我們會一樣 先把所有的水 把意粉倒進去 然後加入上面 之後拌勻 意粉就不會黏住了 有些說法 就說 我可能要沖一沖冷水 其實都可以的 就看你是否立即煮 如果我不是 立即煮一大堆 你沖冷水也可以 等它冷卻 就可以保持久 如果你說我煮完 可能我會馬上吃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倒進去之後 加些油 攪拌均勻 接下來我們會處理蝦 蝦 我們會剝殼 然後中間去腸 如果殼 你可以用蝦湯 可以保留 如果沒有 就倒進去 就可以了 因為蝦殼不可以放太久 所以通常 如果不是有用 就把它放進去 因為海鮮濾 不能放太久 尤其是你解凍了 因為怕它會變 尤其是這些衛生問題 大家都不希望有事 所以我們要安全一點 蝦我們就會完全剝殼 連蝦味 剝殼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一條腸的物體 就可以把蝦剝殼 剝殼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在背部 輕輕 剪開 去檢查 它裡面的腸 有沒有出道 因為 這條腸有很多 髒的東西 這條腸 我們要去掉 然後我們要處理蘑菇 蘑菇很簡單 一樣 都是 把雙腳撕掉 然後去皮 然後我們會切片 切片 這就是我們基本需要的材料 其實都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開始煮意粉 先加牛油 牛油正在用的同時 我們就會加蒜蓉 再加蒜蓉 可以另外再加1茶匙的蒜粉 讓它更香 然後1茶匙的蒜蓉 先炒一下 再加蒜蓉 這個時候就加蝦 下完蝦就可以下蘑菇 然後加意粉 下完意粉 炒鬆了 就可以加蒜蓉 加蒜蓉 再加上火 如果想顏色豐富一點 可以加蒜蓉 煮至醬汁收一收就可以了 加少許黑胡椒 最後加少許葡萄 下芝士的話要注意 因為芝士不可以用高溫煮 高溫煮會出油 你就會看到黃色的油出來了 所以我們加完芝士後 再加一盛 融化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拼命 不斷煮 不斷煮 這樣就完成了 到最後 上碟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可能覺得 上意粉很難 一煮東西 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用鉗 捲 捲完之後 冰起 放下去 把蛋捲 放下去 把蛋捲 把蛋捲 那你的蛋捲 就會變成一個波形 不會一坨 一樣 這道簡易的蒜蓉 蒜蓉蘑菇大蝦意粉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按讚 這集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給大家收看 詳細食譜 我們會post在facebook專頁 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上去查看 另外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作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